我就是不拍了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位千千 最近呢 立頭恰雅雅 水人夠四名 看千千的影片 真的很棒 還可以學台語呢 最近呢 因為天氣實在是太熱了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會很想吃一些冰冰涼涼的東西 有多涼呢 大概就是我穿比基尼那個涼度吧 然後呢 吃冰棒大家會覺得說 天啦 熱量很高 感覺有點不健康 所以呢 我們今天要來加一比較健康的元素就是奇異果 今天要來做奇異果雪糕 Q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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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 Q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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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連吃蘋果都沒有在削皮 最後一顆 這是一顆馬鈴薯 它叫做陽光金安島 它現在手很甜耶 完全沒有任何的酸的味道 很好吃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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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it's you 完了 小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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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it's you 耶 耶 耶 Sindy 耶 You You have love 耶 1 2 3 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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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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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2 2 但是因為我要做那個冰棒 我想要選那個中間比較漂亮 所以我覺得把它吃掉 不是我自己想吃的關係 接下來做雪糕 好 首先呢 牛奶200 算了要來泡奶油了 算了你最討厭打奶油了 其實我很喜歡打奶油 但是呢量不能太多 所以要有點高深 然後再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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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有一點點紋路之後呢 就可以把我們剛剛的牛奶跟煉乳加進去了 哇 這個哇 哇 都是熱量耶 齁 好 接下來呢我們來做奇異果冰棒了 大家知道我們今天要做的容器會用什麼裝呢 你知道它是什麼嗎 它其實是花瓶 但是因為是 因為真的找不到容器適合做 所以後來就選了這個 欸我覺得我這樣子唱 聲音還滿好聽的耶 我想一下我應該要怎麼裝 是有點考驗Sense的問題 其實滿漂亮的 跟大家說這裡才是關鍵 你如果太抽層 你的形狀奇異果就會被噴飛 對 所以我們要一下一下慢慢的讓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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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唷 Everybody啊 都忘記了我們做冰棒呢 我們的冰棒棍在這裡 對 很明顯它就是一個擀麵棍 既然我們的上面有點壓不勻 我們來做個小的好了 避免大的失敗 真的嗎 好 我們要去做廓台 找到 我不行了 別是做大的創渣 覺得好疲倦喔 你們業配呢 想不到吧 大家知道奇異國是天然營養的小金礦嗎 而且這個陽光金礦島 負含豐富的維生素C 綠色的奇異國 有豐富的膳食纖維跟奇異國酵素 暴視享受你的健康 健康新生活運動 陽光金礦島 等一下 跟大家教怎麼樣吃奇異國 因為通常奇異國不是要吹熟嗎 首先第一種是放在室溫下 第二種就是準備一個紙袋 放進去我們的奇異國 接下來呢 看你是要選擇蘋果 或是香蕉 都可以這樣子放進去 然後讓它催手 這樣子 擺一陣子之後呢 打開 就要出一隻鴿子 然後拿出來之後呢 怎麼樣看它有沒有熟 就是這樣子 放在手心 然後你稍微壓壓看 有彈性的時候 代表它是最好吃的時候 完成了 光劍 有看過這麼粗的光劍嗎 完成了 但是我覺得小的好像比較漂亮 來給你們看一下小的 小的 這是要給我室友吃的 我覺得小的這個很可愛 那我們先來吃一下這一個 這個是陽光金煙島 我很喜歡吃陽光金煙島耶 因為黃色奇異國吃起來比較甜 你看這個 如果你怕酸啊就可以吃黃色 因為它的酸度就比較沒有那麼高 而且甜度比較高 吃起來就很順口 再來吃綠色的奇異果 綠色奇異果的酸度會比較高一點點 就是我覺得黃色的就是比較甜 然後綠色的就是比較酸一點點 這個綠色 因為它放到 我們有用催手 所以它現在甜度也非常的高耶 不太會酸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吃我們的 奇異果冰棒了 給你們看一下 看是不是很厲害 但是因為可能是自己做的 所以它融化的速度有點驚人的快 我應該先舉起來 先吃一下 喔…奇異果斷了 我們先來吃一口它看看 你們看得到我嗎 我的雪糕做得很成功耶 它現在口感跟雪糕幾乎一樣 吃起來更綿密一點點 然後它的奶味也非常的重 不過我覺得它有點像是 奶油結冰的那一種感覺 但又沒有那麼的奶油 我覺得它有點介於那個 好斯多會賣的那個藍色的冰淇淋 跟奶油的中間 我覺得大家可以自己做做看雪糕耶 我覺得還滿成功的 因為它的剖面就真的是雪糕的樣子 你們看得出來嗎 那個纖維 對面真的就是雪糕 不得了 我先連雪糕揉出來 我等這吃一看 我吃的奇異果配奶超適合的耶 大家我知道我現在看起來畫面有點瞎忙 但因為它實在太大一吃又太重了 我真的是不知道怎麼吃它 它也整個拿起來 我覺得我看起來很像拿一個藍牙棒 我的衣服 我等我開了吃就要洗一件 然後給大家一個小建議 我覺得大家做的時候還是做小隻就好 因為做小隻比較方便使用 像大隻的話吃起來就會比較不方便 不對啊 到底誰會做這麼大隻的 自己講人自己覺得 這個小的建議好像有點爛 搶完默默覺得有點心虛 說到這個 老實說我是第一次吃那個 陽光景岩島 我之前都是吃綠色的奇異果 兩種比較起來 我覺得兩種都很好吃 但我好像偏愛陽光景岩島多一點點 因為我比較喜歡偏甜的 我喜歡哪一個啊 所以我冰棒最後吃到 跟我很一樣在吃那個 動漫裡面的那個 肉串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在說盧夫最愛吃的那個 最後一口 吃完了 這一次的奇異果雪糕冰棒 我覺得非常的成功耶 而且自己做雪糕真的會膽胖 因為你在拍片的過程中 你就會很怕它融化速度太快 然後其實這一次做冰棒 是真的試做得非常多次 所以一開始是都用優格跟優柔做 但是口感實在太冰沙了 所以那個吃起來其實會很不方便 結果後來就想了很久 到要用什麼方式解決 就決定做了雪糕 但沒有想到還滿成功的耶 但我有點建議 我覺得大家煉乳可能不要加太多 因為我覺得也會滿甜的 然後還好你沒有放陽光景安島 跟綠色奇異果 其實這兩款奇異果 我覺得吃起來的酸度 其實都沒有到很高 所以我覺得 就是比較偏甜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配起來其實很剛好耶 吃這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兒 我們就有陽光景安島 以及我們的綠色奇異果 下台一曲公 大家有興趣可以做做看 有做做看的話可以在IG take我 可以去看一下大家的作品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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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wi 我不能 我不行了 說很生 怎麼不然 等一下 頭過身體骨…